你真的了解中国吗 其实世界上90%的人都说不清楚 中国是为什么突然强大起来的 本期视频花费15天整理 共计17分钟 通过中国的十大工程 带你一口气了解清楚 中国是怎么从一个一穷二白 到如今的世界强国的 中国高铁网络也只能排到第七 前三名正在带领着中国 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 第十名南水北调 从江南顺水到北京的千里之路 北京 天津 河北 这一整片华北大平原 占据了中国20%以上的人口 却只有全国7%的水资源 而在南方的长江流域 水多的根本用不完 甚至还发生洪灾 于是国家决定 从南方向北方调水 既能解决北方缺水 又能缓解南方的洪灾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但这背后的工程量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南水北调分为 东线 中线 西线 山条 其中中线是目前最重要的一条 它从湖北丹江口水湖出发 一路穿过河南 河北 最终抵达北京 全长1432公里 几乎是一个大中国的水管道 而且这不是抽水上来这种图办法 它几乎全靠重力流动 哪怕一段段地势复杂 三脉中横 工程师们硬是设计出了 数百速道红溪 渡槽隧道系统 让水自然的一路北上 整个工程历时11年 搬迁了34万人口 只为了保护水源地 到2023年这条水道 已经向北方供水超过600亿立方米 相当于20多个西湖水量 覆盖了超过1.5亿人 很多北方城市的自来水 一年开喝下的就是长江水 这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数学管道 也是稳定中国北方发展的基石之一 第九名 北斗导航系统 水于东方的星辰大海 当你打开手机导航 坐上自动驾驶汽车 或者一架无人机 悄悄地飞过头顶 你是否想过 这背后的方向感是谁给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 全世界的卫星导航 都依赖美国的GPS 但今天世界有了另一个选择 它叫北斗 北斗导航系统是中国独立建设 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从1994年立项 到2020年完成全球组 北斗成为继美国GPS 俄罗斯格罗纳斯 欧洲加利利之后 全球第四个导航系统 但第四个出现并不是排名第四 它在很多方面已经领先全球 目前北斗已部署超过45颗卫星 覆盖全球 它的定位精度可达两米以下 有的区域甚至能做到厘米级别 远超一般人使用的GPS 它支持高精度定位 短报文通讯 精密授试 全球搜救 不仅能导航还能通话发短信 自动报平安 2023年土耳其地震发生时 在灾区用的正是北斗短报文功能 在没有信号的废墟中与外界保持联络 而在高铁 农业 物流 港口 船舶 桥梁建设等场景 北斗已经完全渗透进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不仅是技术突破 更是暂立安全 你可能不知道美国的GPS是可以断开的 历史上曾多次对某些国家限速或者关闭 北斗的意义在于 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人 它不仅为中国提供安全导航能力 也向全球开放服务 包括亚太 非洲 东南亚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采用北斗系统 北斗也是全球的北斗 联合国已经将北斗纳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兼容互操作框架 并推动多国应用 它是一个中国制造的系统 却也正在成为全球共享的科技成果 未来 无人驾驶 物联网 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 军民融合 所有这些对定位 受食 导航 有极致要求的技术底层 都会有北斗的一份力量 在浩瀚的娱乐中 布下一张经历的星辰网络 北斗不只是中国的骄傲 它是东方文明送给这个时代的坐标 第八名港珠澳大桥 五十五公里的海底奇迹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是中国工程师给世界上的一句话 看 我们做到了 港珠澳大桥全长五十五公里 连接香港 珠海 澳门 历史九年建成 是目前全球最复杂的跨海工程之一 你可能会说 不就是修个桥吗 不 这里面的难度 堪称地表最难 这条大桥不仅跨越了林丁阳 还要避开航道和生态敏感区 于是 工程师们就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在海底修建隧道 他们在林丁阳海底 挖了一条6.7公里的城管隧道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城管隧道之一 每一节城管重大八万吨 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 要在海上吊装 精准对接 沉入海床 误差不能超过两厘米 为了让桥河隧道衔接自然 他们还在海中建了两个人工党 整个项目使用了42万吨钢材 相当于10座鸟桃 建成以后 从香港到珠海 澳门的陆路交通时间 从4小时缩短到30分钟 不仅打通了粤港澳的经济动脉 也称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国家名片 第七名 中国高铁 从追赶到领先的奇迹 在2008年之前 中国是一个没有高铁的国家 到2025年 中国高铁总量已经超过了4.5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 这是全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络 其他国家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多 而且中国高铁不仅是多 而且全面领先 你去体验一下就知道 准时平稳速度快 价格合理 网络密集 无论是从北京到上海 广州到深圳 还是从成都到拉萨 昆明到南昌 中国高铁几乎无数国在 更关键的是 核心技术全面自主研发 这不是靠买来的技术堆出来的 而是从核喜号到复兴号 一步步磨出来的 哪怕早期向德国、日本、法国引进过技术 但今天的中国高铁 已经可以出口海外 像印尼的亚万高铁 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沙特等国 都是中国的用户 而在未来 中国还计划建设 泛亚高铁、中欧班列升级版等战略级的项目 把高铁变成陆地版的空运 这是一个从零开始到世界第一的完美范本 第六名三峡工程 与长江博弈百年的伟大赌注 中国口人说善治谁者治天下 而长江就是那个最难搞的孩子 自古以来 长江流域频繁发生洪水 尤其是1998年那场特大洪斋 造成数千人死亡 数百万人受斋 直接经济损失超千亿元 这场战争之后三峡工程的建设终于全面提速 三峡大坝全程2335米 高185米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它的主要作用有三个 防洪、发电、航运 一、防洪能力 它是整个长江流域的水闸总发门 洪水来了 三峡可以一次应拦截221亿立方米的水 相当于半额太湖 二、发电能力 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超过2200万千瓦 是全球第一的水电站 能满足一个中等国家的用电量 三、航运能力 通过三峡疯传机的五级船罚 万东货轮可以直接穿过长江天险 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当然三峡工程也有过争议 比如生态影响移民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是一个彻头侧尾的改变历史的工程 第五名穿杠铁路 征服地球最难修铁路的奇迹 如果你曾去过西藏 或者在地图上看过西南地区的地形 你就知道了 那里每一寸土地都不是轻松走出来的 今天我们讲的第五线工程 是中国铁路史上最难的项目 没有之一 它被称为地球最难修的铁路 川藏铁路 这条铁路的终极目标 是从成都修到拉萨 全长约1629公里 穿越14座雪山72条隧道 120条河流 其中一半以上是高烈度地震带 大部分的路段平均气温不足零度 还有高寒缺氧滑坡尼斯流等全套 地质地域操弹 你现在知道这条线路有多难修了吧 光是林斯到拉萨段全长435公里 就修了7年 而成都到雅安这一段 仅几十公里花了3年 线路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 其中最难的是穿越横断山脉 这片区域被称为世界无极的脊梁 地质极其活跃 为了修隧道 工程师们每天监测三体微动 在高原施工 工人吸着氧气穿着棉服 但最惊人的是一项叫做 崖鲁藏布江大桥工程 这座桥长525米 离江面高达150米 是目前世界上最难修建的 大滑进高原桥梁之一 桥顿要从三体中 包括出空间 占用自身机调运刚垢 拼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更有的是 川藏铁路不仅解决交通问题 它的战略意义极高 在突发自然灾害或边境情况时 它能成为高效的人员物资输送通道 这条线全线贯通 将真正意义上 把西藏和中国腹地牢牢连接起来 可以说这不只是铁路 这是国家意志的延伸 第四名特高压输电网 从戈壁滩送电到上海 你可能不知道 中国最绿色的电 不是在城市里发的 而是在遥远的西北沙漠里 塞出来的 但这些电怎么送到你的城市里呢 靠的就是中国特高压输电工程 我们打个比方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从新疆扛着水桶 走到上海 途中还得分水给其他人 那水到了终点 早就剩了不多了 但中国现在做到了 让一股巨大的水流 从新疆青海这样的能源大省出发 穿越3000公里 几乎一滴不漏的 送到你家的空调手机地铁里 这就是特高压的厉害之处 特高压是世界输电技术 皇冠上的明珠 目前全球掌握这项技术的 并大规模商用的 只有中国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昌吉到股权 1100千伏特高压支流工程 全长3284公里 从新疆昌吉出发 把电一直送到安徽股权 年输电能力超过660亿度 相当于给上海点亮一整年 在你看不到的地底和铁塔上 中国已铺设了超过4万公里的 特高压线路 靠这套系统 中国不仅解决了 电在哪发和人在哪用的矛盾 还推动了大规模光辅 风电水电的发展 让沙漠成了能源保护 你以为这只是金鲜杆子 不 这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 国家能源动脉 第三名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凤凰展翼的超级交通枢纽 中国最厉害的工程 不全在山里 也不全在海底 还有一个在空中 它就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也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或者更浪漫一点的名字 叫凤凰机场 这座机场仅从空中看下去 就已经令人震撼 整个航站楼呈现 五条纸廊的放射状结构 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凤凰 总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 相当于63个鸟巢 主航站楼的屋顶 由8000多块不规则曲面玻璃组成 建造难度堪称建筑界的地域机 但最牛的是它的效率和设计理念 从安检到最远登机口 只需步行8分钟 拥有全球首个实现高铁加地铁加城际 加城市快轨四线合一的立体交通数纽 全自动行李系统 智能导航系统 五指登机 人脸识别 你在这里几乎感受不到等的感觉 建设过程中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 航站楼中心大厅的屋顶 有一个光之穹顶 白天完全靠自然光照明 节能又震撼 这个穹顶安装过程 堪称极限挑战 工人站在几十米高的形架上 靠一毫米一毫米的拼接 而整个机场的土建技术施工 只用了四年时间 在全球都被称为中国速度的奇迹 建成后 北京从二环首都机场进化成双机场时代 年旅客吞吐能力达一亿人次 是中国连通世界的超级名户 不仅仅是建筑 这更是中国现代化程度的象征 第二名5G家国家互联网骨干网工程 让世界跑在中国速度上 有人说中国最强的不是高楼大厦 而是速度 而这背后支撑中国快节奏生活的 其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 却无处不在的存在 5G网络和国家级互联网骨干工程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电脑智能电视 导航打车点餐 统统离不开它 哪怕你在农村三区 只要有信号 就能一键直播卖货 上网课搞远程医疗 这背后是中国十年来铺设的 全球最大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 截至2025年 中国已经建成超过350万个5G基站 占全球70%以上 城市 乡村 工业园区 高铁 隧道 矿井 几乎无缝覆盖 同时东速西算过程全面铺开 把长三角 珠三角的数据中心负载 逐步迁移到内蒙古 宁夏等地 用更绿色低碳的方式 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 再比如IPv6规模部署工程 让中国网络进入无限IP地址时代 海底光栏网络将中国数据通道 连接到全世界各大洲 这些看似无形的工程其实和三峡 港珠澳大桥一样 都是国家级重器 只是它们不是钢筋水泥 而是光纤服务器数据流 未来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智慧城市 车联网 AI制造 通通建立在这张网织上 你刷的每一条短视频 看的每一个直播 传的每一份文件 背后都是无数工程师 日夜建立起的数字长城 这是我们通往未来的信息高速路 到这我们讲完了前九项工程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 第一名 在我们前面讲的九大工程中 有的修在山上 有的常在地下 有的跨越海洋 有的深向星空 但今天讲的这个工程 它静悄悄 不轰动 不刷热抽 甚至连名字都不够酷 它叫三北防护林工程 但它做的是之所以伟大 不是光靠砸钱就能解决的 是靠团结一致的坚定信心 这一壮举 足以改写国家的生态命运 这个工程始于1978年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耗时最长 涉及范围最广的生态建设项目 什么叫三北 东北 华北 西北 而这个防护林工程的目的 只有一个 拦住黄沙 恢复生态 保护家园 你可能不知道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西北 华北 大片地区 沙漠化严重 风沙一刮 就是上千公里 北京每年几十天 黄沙遮天 草原变沙漠 农田无法耕种 老百姓甚至靠带沙金 五十毛巾 活着 于是中国人决定干件事 用人力 种下一道 绿色长城 整整四十年 国家先后组织了 数千万军人 农民 林业工人 志愿者 跨越十多个省区 种下 数百亿棵树 种绿化面积 超过五千万公顷 相当于 130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 这道绿色房间 从黑龙江一路延伸到新疆 横贯东北 华北 西北边缘 你听过库布奇沙漠吗 城市中国的第七大沙漠 如今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 已经被治理 变成了林区 草原 甚至旅游区 毛巫塑塔地 一度吞噬了陕西大半 现在已经恢复为绿色长廊 而这些奇迹背后 是一句简单 但震撼的话 哪里有沙子 我们就往哪里种树 别忘了 中国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沙漠面积 在持续减少的国家 而这正是三倍防护林 带来的成果 它没有高楼 不登头条 也不卖票收费 但它对国家的意义 对人类的意义 远远超过GDP和科技竞赛 它是对未来的投资 是一项跨越几代人的耐心工程 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伟大抗争 好了 我们终于讲完了 目前中国十大伟大的工程 每一项工程背后 都是几万几十万人 在负重前行 是跨越地质极限 技术极限 人类极限的共同努力 是汗水 是牺牲 是我们今天坐在家中 用手机上网 吹空调 点外卖 做高点时 不会感知 但必须铭记得伟大 这些工程不只是数字 数据 世界记录 但它无声中改变 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社会结构 甚至国家 未来的走向 你可能会说 我们不是还有很多问题 有些地方还不发达 有些技术还在追赶 是的 但这十个工程证明了 中国从来不是靠完美 走到今天的 而是靠面对不完美 也要干下去的那股劲 把不可能变成做到了 最后我想留个问题给你 你觉得还有哪些工程 虽然没有上榜 但也同样值得骄傲 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也欢迎把这支视频 分享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正在默默做一件又一件 改变人类发展的路径的大事 我们是这个国家发展的见证者 也是它强大起来的参与者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